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节目,8月6日凌晨的时间 希望大家未睡觉的可以看,或者在其他时区,例如在美国,英国的时间 都可以看到我的节目,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论证 在美国加拿大,我想我自己本身拥有大家的观众群都相当不少 希望大家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 我们来说美国大选,美国大选的重点,我想这个礼拜最重要的 我想就是莫过于今天,Kamlet Harris会宣布他人选 我现在在做这个节目,他还未宣布的,一旦宣布就会结晓了 我觉得热门的什么人呢,就在讲到,8月2日,Kamlet Harris 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就做了很多的一些interviews 他在,应该这么说,他先在8月2日呢 跟了现在的运输部长布塔朱吉,Peter Buttigieg见面了 跟着之后8月3日呢,就是找所有民主党的后面那班人 去审查究竟各个不同的副总统人选的财务状况和背景审查 8月4日呢,刚刚过去呢,Kamlet Harris呢 就在他DC的住所里面,去面试不同的人 数一数呢,根据CNN的报道呢,起码有6位人 非常轻轻,奔直繁尼亚州,Pennsylvania的governor 州长George Shapiro 接着Milnesota的governor Tim Walz 亦都有Kentucky的governor Andy Bashir 接着有Arizona的Senator Mark Kelly 这个就是奥巴马极度支持,这个 这个荷里活集团非常支持的Mark Kelly 就是我要讲讲这个人 另外就是刚刚讲的运输部长,见到90分钟 Peter Buttigieg 另外就是这个伊利诺州的州长 就是Chicago的州长 亦都是相当大集团,Grant Hyatt 整个太子爷,J.B. Pritzker 这个普利茨克 基本上是这6个主要的成员 6位人兄,我会觉得有3个人兄 就比较机会大些 就是George Shapiro、Mark Kelly和Peter Buttigieg 这3个人兄究竟会不会哪个中选呢? 我想就是说 以这个胜算来说 我想是George Shapiro和Mark Kelly之间二选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都是重要的摇摆州 Pieter Buttigieg以前参与过很多年前 我想是4年前参加过这个民主党的初选 他都不得要令 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一个重要的籌款能力 也有胜算的能力 你选这个副总统 第一要选这个副首 本身是要和你的理念基本上一致 你可以选一个国务卿 和你互保 所以台湾有些 有些莫名其妙支持 这个Kammer Harris 那些左派的评论人 和外国有些人就说 你选一个副首不和你互保 其实错 选副首就和大家类似 选帮手包括国务卿 包括国安顾问 只要和大家和自己互保 这个分别很大 选副首和选老婆是不一样的 OK 我想这个大家要搞清楚 不是要选和自己完全一样的 即是副首要一样的 即是基本上类似的东西 但是呢 这个帮助你的人 其实真是执政的时候 真是帮助你的人 不是副总统 副总统是储君 即是后备替自己的人 OK 他不是 即是副首 即是副首 真的副首 其实不是一个助手 助手就是需要互保的 这个是我的邏輯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们都买这一套 但我只是说 今时今日他选什么人呢 是很关键 如果你选一个人 这个副总统 是和自己互保的 按照特朗普说 其实我投票 不是投给你 你互保 我投给你 不会这样的 是投给他总统 你猜哪几个 投给他副总统 真正要投的 就是投给他总统 而副首要和总统 基本上理念是类似的 是一个国务卿 上任之后 他所任命的国务卿 要和他互保 这是真的 所以Pompeo和Trump 是有很好的关系 因为他是结讶 他是互保的关系 好了 今时今日 Kam特 Harris会选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这个逻辑 我不知道他是我的 American法 这个是特朗普的 logic 这个也是我的 logic 好了 它会怎么样呢 有一种基本的理解 Some2都知道 在全世界都是 自己都知道 除了和自己的理念相类似之外 重要 亦能赢 成了手 究竟哪个有机会赢呢? 最重要是看摇摆州 看这些地方 哪个是真真正正的摇摆州 不是Kentucky 不是Minnesota 不是Innoi 是Arizona 和Pennsylvania 在Arizona 赢到参议员的2020年 已经开始成为参议员 击败过共和党老将的Mark Kelly 民主党的人 基本上是一个人物 另外 宾夕凡尼亚州 摇摆州份 州长可以动员很多组织票 可以帮助到 将宾夕凡尼亚州翻盘 而且整个Russ Belt 即是铁兽带 包括宾夕凡尼亚州 Ohio 可能民主党不能翻盘 譬如有些关于Michigan 和Wisconsin 他希望用这些地方翻盘 直接对抗GD Vance George Shapiro 他是否有这样的实力 Mark Kelly是怎样呢 如果你让我去选 我会选Mark Kelly 我不是支持Kamlet Harris 但如果我是Kamlet Harris 我要我赢 我会选Mark Kelly 为什么呢 一 我已经要大堆Clinton支持我了 我希望奥巴马心服口服 不会皮笑肉不笑 我选Mark Kelly 你喜欢我喜欢 其次 阿里桑那的摇摆州 这个翻分钟 可以利用阿里桑那这个效应 希望在 现在共和党 微弱占优势的情况之下翻盘 这个就是Kamlet Harris的判算 他会选择 很快的 可能播出这段片大家都知道 但我说如果他选Mark Kelly 他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如果他选Mark Kelly 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选 他可能定时 如果当政 Mark Kelly都会有另一个角色 但我大家要小心 什么叫小心呢 就是对于这个Mark Kelly 要搞清楚 我以前都说过 现在都简单说一次了 就是Kamlet Harris 他有三大 所谓对中国软弱的疑虑 一 他没有什么中国经验 没有外交经验 而且他本身 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温业 和JD Fence和Trump很不同 也都没有清晰的中国政策 没有说过50% 60%以上的关税 没有说过中国车去到 墨西哥投资 再送去美国 100%的关税 没有说过 终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什么都没有说过 那你看看 这个就是Trump的政策 Kamlet Harris的团队 没有 个个都说延续拜登的政策 It's your wishful thinking 他当政的时候 会fall back 他最开始的情况 这个第二点 就是说他本身 亦都是要求Trump 所有对中国货的关税切小 这个是他做参议员的时候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主张 那他就是当政 没有拜登 没有了大旗 不用大旗 那是否整个情况会翻盘呢 第二点 因为他主张过撤销所有 对中国货的关税 因为觉得不利于美国消费者 因为觉得贸易资是失败的 因为他觉得对美国伤害大过中国 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 第三点就是说 他自己的名字 和他所谓丈夫的名字 任德龙和他自己的贺锦丽 全部都是中共所控制 或者掩止的一些 喬舍的人帮他改的名字 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 OK It's my preference 我不是禁止你来说贺锦丽 但我只是说 I don't like it 任德龙和贺锦丽 又不是逆音又不是逆异 It's just a name called by CCP supporters So what? 我不喜欢做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这件事 是我们要搞清楚的 这三点是重要的 接着说Mark Kelly Arizona Senator 如果他成为了Vice President的候选人 如果 很可怕 第一 这个不可怕 他是前太空人 有些美国海军上架 这个完全没问题 很可怕的地方 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2012年 他在亚利桑拿州的涂申市 成立一个叫做世界视野公司 World Vision World View的公司 这间公司是接受了 马化腾所控制的 腾讯风险投资去投资的 这个地方 我们看得到 这间公司做些什么 低空的气球 low orbit的balloons 平流层气球 太空旅游 是为国防科研商业的公司提供 简单来说 这种情况下 你会知道这间公司是敏感的 竟然容许到这间 这间腾讯风险投资去投资 跟着这间公司 一旦 Mark Kelly 可能被着凭中选 成为故中当候选人的时候 立刻发布的声明 说腾讯风险投资 依然是投资方之一 依然是股东之一 但零访问权 零收入 零控制权 喂 你讲的是这间公司 但这间公司有其他人 放在这地方 这些人 不是代表这间公司的 不过就是那些人 那些是不是有访问权 有控制权 this is the point 因为control 可以是明的 可以暗的 暗的你无从得知的 即是我们讲商业的东西 我做商务律师做很久 所谓control这些东西 不是说 那么容易可以辨识得到的 OK 零访问权 是这个股东 当然无法直接访问到里面的东西 但是股东 难道不可以过问 究竟什么客户吗 你掌握到知识是什么 你的访问权 访问是什么 零收入 那些干股 问题就是 如果零收入 我的问题就是 你参股 但是没有粉红 为什么人家参股 你为什么逼他做股东 Why 你一定是 in exchange for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what of what 这个要说明 这个先期 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没有free lunch 为什么你成为股东 但是没有收入 接着零控制权 你说 如果今天你可以化整为零的话 散兵游勇 脱离你的组织 成为一个间谍 在这间公司做事 行不行 this is the point 因为你已经参加了股东 叫做腾讯风险投资 创投公司进来 接着你公司自己都说 当年引入中资 是一个错误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世界事业公司说的 接着会有措施改善情况 When Where How 他就说 Mark Kelly 已经2019年离开公司 他将他的财产和权益 交付信托 那就是说 他已经不再是公司的一员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2012至19年期间 这个Mark Kelly 和中国的腾讯风险投资 是否过重甚麽 相当多饭吃 整个红色轮盘的沈洞 每天和他吃饭 还是有其他的交易在呢 这个值得去看 OK 所以我说 现在的情况 未能够去搞清楚 记得去年的二月 二三年的二月 曾经有间谍气球事件 中国间谍气球 飞到美国 那这间公司 究竟做了什麽呢 有没有牵涉其中呢 不知道 所以我们很清楚 选择这些人很重要 我常说 看台湾看香港 看世界局势 最重要是看什麽 美中关係 美国中国 US China Relations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衡量指標 不是美台关係 中台关係 两岸关係 中港关係 是美中关係 是关键 看看他裏面的人物 尤其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譬如 Kennett Harris 和Mark Kelly 他的亲中移魂 不要说亲中移魂 和中国交涉的移魂 未除的话 不得了 那特朗普有没有这麽问题 那我说 You name it 那有的话 这麽多年已经爆出来了 你说通俄门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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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那中国我请问你了 今天特朗普的团队 J.D. Vance的团队 有什麽和中国的利益瓜葛呢 8年前 特朗普第一届当选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你顶多可以说Kushner 这是个Made or Wrong Deal 接着特朗普也和马云见面 当时也和他的女士Kushner 很多和中国西弟 徽惠剑斩情司 将他斩走了之后 已一模 那大家如果有有关的 特朗普或者Vance 亲中的 或者和中国过重实物的证据 说出来 事实会说 2018年开打的贸易战 科技战很清楚 但Kennett Harris这个地方 依然抹杀不了有关的疑魂 好了 无款情况怎样呢 Kennett Harris 基本上无了很多款 近半个月 未超过半个月内 无到3.1亿美金 累计到现在3.77亿美金 特朗普在7月只无到1.37亿美金 是不及7月Kennett Harris的一半 但他现在 基本上和Kennett Harris 差不多3.27亿美金 少了5000万美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看到 为什么Kennett Harris 有这么多人支持 证明这个不是什么 左派政党的本质 如果左派是为功能的 请问你 大家摊开的美国地图 哪些地方投票给民主党的 权贵有钱的城市 加州 欧里根 Washington D.C. New York New Jersey 然后数下去 Baltimore 然后你数下去 Maryland 什么都有 Pennsylvania 不算了 譬如说 这些这样的地方 那些所谓商业 商架 商股 不是商股 这些才是真正他投资的东西 谁为权贵服务 谁为一般平民服务 很基本 我都说 右派不是必然为商界服务 左派不是必然为功能服务 是一个概念问题 Man made rules 是左派 God made rules 就是右派 后面衍生的东西 就非常多的不同的分别 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 Calvinism 和很多基督宗教的重新反省 就revive了 rejuvenate了整个Christianity 这个就是我们的哲学的 一个基本的原生 好了 你说不认同这一套 当然是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你认同左派的 民主自由 民主社会主义的 什么社会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 什么进步主义的 什么进步主义的 那些什么 OK 这些是类似的地方 因为它是man made rules 什么是man made God made 我想这个是有大问题 我们迟些会再说这个根本问题 但我只是说 今天左派 声称左派的这些人 竟然是权贵服务可见 这个就是他们的本质 所谓的环保 其实是一个产业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所以就说 看回这件事很不同 那你看到这一帮有钱人 好像good sir 为什么good sir 因为他之前收起的水 不给拜登 因为逼拜登走 现在拜登走 Kenna Harris上来了 全力谷水 小额捐款的 化整为零的 大财团的 什么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知道 现在的 选举情势 越来越刺烈 这个肯定的 民意调查 我会发觉 暂时来说 特朗普都是在吃的 很多人说 不是啊 很多个调查 发觉到 Kermit Harris 7% 2%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些事 全部都是 他没有说的 才是重点 美国选举制度 从而不是 popular vote 虚声的 percentage 我认为 很多都是 看数据都知道 在California New York New Jersey Minnesota 这些蓝州 而真真正正 我们看回 一些红州 或者一些 所谓的swing states 就是一些摇摆州 都是Trump佔优的 由Arizona 到Nevada 到Georgia North Carolina 这个已经捉在手里面 跟着Trump只要多贏 下面三个州 其中一个 就已经贏了 Pansylvania Wisconsin Majigan 很多民意调查 到今天都看到 起码赢了两个州 Pansylvania 基本上是赢赢 不是赢的 世界上没有赢的 比较有机会赢 接着Majigan 和Wisconsin 某程度上拖沙 但是Wisconsin 占余一点 基本上 整个形势是这样 你会看到 Trump 本身的情况 现在没有 向后 但是 所谓的 紧张程度 一定是比 他和拜登 对对的时候 更加高的 紧张程度 希望明白 最近的集会 Ready Trump 去过 Pansylvania 也去过 Atlanta 做演讲 造势大会 台湾叫做 造势大会 第一个 Pansylvania 说过 CGP 习近平是一个 Fierce Person 这些媒体不报 我觉得很离谱 Fierce Person 什么是Fierce 凶猛 就是Fierce 凶猛 凶猛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 坏蛋 禽獸 狮子 老虎 另一种就是 哇 你是很有威严 两种解释都有 你想想 Trump 绝对不会说 CGP You're a bad guard I want to rape you Kill you Snaught you 不会这样的 You need to die 这么多人死 不见你死 你亲地临 他不会说这些 他只是怎么样 You are strong man You are fierce man 不断用这个地方 抽着他的手 搭着他的肩膀 都不断捅他 这个就是看到 贸易战前后 Trump 的情况 这种情况 如果你都不明白 这个策略的话 我想你不要看回 一直以来 2016年到2020年的变化是什么 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场 就是说到Atlanta 他说 Kamber Harris low IQ 当 习近平 去看到这个 low IQ 的女人的时候 他们欺负你死了 你怎么对付这个人 意思就是说 Trump 说清楚 习近平是需要对付的 第二件事就是 Kamber Harris 是低能的 基本上是低智商的 很多人说 你这么离谱 这些 too blunt too rude low IQ stupid 客观真是low IQ 政治正确的 你不客气 应该温柔敦口 多些端庄延熟 要去说些东西 非常 四平八稳 整个好像老叔父 和大家说 你就对了 才有威疑 美国人 不是这么想 美国文化 不是这么想 英国文化 英国有幽默 幽默 幽默 用孕自己来孕你 美国是怎样 直插你 low IQ 是吧 不要紧 说真话 那你真是Kamber Harris low IQ 那你说 人家什么法律系 毕业 喂 说真的 他比我读的law school 排名更加低 第二件事就是 他想一下 proposition 47 这样做上去 他不攀龙附奉 以他的能力 可以上到这些位 才是其 跟着去到senator的地方 全部都是靠两个人大腿 一个就是什么 奥巴马 另一个人就是靠什么 靠 拜登的 当时未死的长子 2011年他才死 Bole Biden 靠这两个人上位 旁边有很多其他人 帮他 其他东西 你自己挖掘 现在就好像 把他塑造上 Mother Teresa 或者是一个 说 American Thatcher 就是大卓义夫人 美国版 我就是屁 戴翠夫人 是保守主义的 Kleman Harris 是极左派 怎可以双提并论 这就是现在 很多左派媒体 CNN MSNBC ABC 一群 用这些方式 催眠大家 前几个月才说 这个副总统不行的 不行的 一去到这个地方 哇 直接是 姓女一样 简直是 令人非常齿冷 大家看看 这两场 Ready's 她的演讲 Traumat做得相当好 可以看看 她相当活潑 她都说了 她稿的东西 四分之一 其他都是她爆肚说的 两场都做得非常好 很多人去玩她 就说 你去亲问一个女孩 说呢 当时不是在Pansylvania 她被人家 差点行食死亡 那当时有一个子弹 飞过她的右耳朵 因为她向右转 看了她旁边的图 那个图 那个图的设计 就是一位女士设计的 我找一个computer genius 上来 设计她的面柱灯 跟她的耳朵说些东西 哎呀 然后经常说 你去那些kiss别人 我就说 那个女士 觉得没问题 Traumt也觉得没问题 又不是拨人帮 又不是拨人帮 就是拨人家的下体 或者是空暴 那些东西 就是觉得是kiss她的 cheek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礼貌来的嘛 如果有这么说法 Fair the beast 就是那些 在法国里 经常亲面俠 这边一下 那边一下 这边一下 那边一下 那怎么算呢 就是大家用一种 不了解美国文化的东西 去说美国 根本上是荒谬绝伦 那另一种说法就是说 就是 Trump 就是 就是完全说的是 完全是错的 那我觉得 那你说这些东西 你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 那我会 我会看回就是说 你说的 哪个地方错 那谁怎么错 那这个是很值得去看的问题 所以我说 大家看回两场辩论 怎么去批评Kamelin Harris 调分女色 就是由他 这个所谓波德沙 你可以不同意他 波德沙 但是他当时是负责研究 写报告 调查 因为拜登叫他嘛 调查 整个南部边境 有很多的非法移民的 根本原因的root cause 那你做这个副总统 难道这些写写报告算数 你是老师 你是研究员 你需要解决 你不是Huston Institute 某一位研究员 你是必须要做行动 因为你是政治人物来的 那你根本上是失败 但是呢 稍后我会详细地讲这个问题 那你说波德沙 你不怎样 Illegal immigration 接着拜托你 拜登 拜登叫你 改革选举制度 改到现在呢 问题就是最核心的地方 photo ID no photo ID no proof of citizenship 接着 same day voting paper ballot 然后呢 不可以有些幽灵人口死了 可以投票 越州跨州的人来投票 这些基本的原则 美国的总统选举比台湾更加 我觉得它的制度更加落后 点票点整个月的 是不是 台湾是不可能是四个钟 三个钟点完了 为什么呢 即场点票 有人监票 paper ballot same day voting 不会有大量的邮寄投票 邮寄投票是有 只是给那些服役的人 特殊的投票措施 那另外就是呢 Proof of citizenship 一定要身份证印象 另外呢 就是photo ID 一定要将身份证出来 喂 这些是基本的原则吧 是不是 如果你认为这些不是基本原则 我不知道是什么基本原则 然后你说 哎呀 有个文化相对主义 虚无主义 什么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 stop it 再说这些就是打嘴巴 什么公平的选举 seem to be fair 这个基本上 whiter than white fairer than fair 你基本上要让这个选举更加被人看得公平公正 我想这个是基本原则 如果你认为 习以为常 就是对的 我想这个完全是自欺欺人 好了 这个美国总统选举有多少不堪都好 它起码都是一个投票的制度 OK 但是呢 未来的情况 会不会牵涉到又同样 步上2020年的后陈呢 我不能估计 但是我很担心 好了 辩论 究竟Trump和Harris的辩论 哪个时候居行呢 现在有deadlock在这里 6月27日 就是CNN的辩论 Trump和Biden 当时商约就是9月10日 Trump和Biden 就是ABC 美国广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 Company 就是辩论的 ABC 一向是跟Trump有诉讼的 好了 在这个前头之下 当然已经答应了 a deal is a deal 但是这个deal是什么 再说一次 Trump和Biden 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是Trump和Biden的debate 今天Biden drop out 这个deal是什么 It's over 已经是失效了 现在民主党的Harris 咬着不放 你又说anywhere anyplace 你是自己胆怯 然后他那个 选举的重要人 Michael Tyler 就说 一定要9月10日 ABC 你答应了 你不来 你就是猪头 9月10日之后 可以继续有辩论 但你一定是9月10日ABC辩论 特朗普就说 两个原因 当时是答应拜登 不是答应你Harris 第二件事就是 我和ABC有诉讼 不公平 不fair 不可以做 于是乎 Trump是坚决不去9月10日ABC 变成ABC辩论 最新的情况 就可能会说 可能变成Kenton Harris的独脚戏 自己一人说完 OK 就变成ABC的forum 给他自己的表演 Trump其实是反建议的 反建议是什么 是offer来的 9月4日 在ABC前6日 在Fox News福士新闻 辩论地方是Pansylvania Fox News全程直播 而且有观众 不像上次CNN没有观众 让两方候选人 特朗普和Harris 一起在Fox News Pansylvania 宾夕凡尼亚州 去辩论 可以不可以 基本上 Trump这样的说法 Kenton Harris 不想 我要9月10日ABC 人家已经offer给你 然后左派的媒体 就觉得你胆怯 不敢去辩论 人家已经说明 现在是有 简责的 Anywhere Anyplace 是当时Trump对拜登的要求 现在没有说过 Anywhere Anyplace 这个不是胆怯 是谁是fair 当时左派的 就是CNN已经做过一次 为何不由中间派 或者中间偏右的Fox News 去做一次辩论 这是基本原则 如果你不ok的 那就大家谈 但我所说的 看的情况就是 会不会有第二次辩论 现在都有一个question mark 如果有的话 我想Fox News的机会大 因为Trump 我想他很难会反悔 就是他对于9月10日ABC的拒绝 就是他不会收回这个拒绝 那我基本上 就会看回9月4日或者之后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 或者第三个可能的一个 但是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那么最近我知道 美国就好像有个小型股灾 牵涉到台股里都相当暴跌一些 一些位置 所以我想大家都站定 美股跌得很重要 然后英国各地都有各方面的暴动 这个Keir Starmer也说到关于施海尔 也都说到关于英国里面 究竟要去镇压 这些极端分子的一些枢乱 这个是重要的 其实Bermingham Manchester 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方面的枢乱 因为一个地方的一个女孩被人杀害 开始引发的枢乱 我们稍后有机会再说这个问题 希望在英国的一些香港朋友能够安全 我相信媒体报道的可能会很夸张 但实际上当然没那么夸张 这个是我很清楚的一个情况 好了最后要讲一个重要的专题 才完结这一节 那么偷渡的问题 刚刚之前都讲过 一个偷渡的情况相当严重 很多南美的人 就通过这个墨西哥边境 偷渡到美国 但是呢 其实中间混入了很多中国人 那么这个地方特朗普都讲得很清楚 是很严重的问题 最近同一个呢 有一位 我有很多群组 其中有一个 是一些比较亲近左派的一个评论人 那么这个评论人就说呢 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呢 他认为并不是这么严重 多几个非法移民的人 并不是好像特朗普说到 那么严重的 我就说 看完这个之后 你就知道多严重了 你想想 你不会因为 有非法移民而觉得好的 那么这个失职是哪个造成的呢 是特朗普的时代 2006至2010年 有这么多非法移民吗 那么2016至2020年 有这么多非法移民吗 那么2020至2024 2021至2024 暴增了这么多的非法移民 究竟谁知过呢 难道是特朗普的过错 那么你的暴增 你觉得 小事一桩 各位 就好像特朗普经常说 they come from prison they come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你问他 去哪个地方到来 Cube 那哪个地方到来 Bolivier 那你在做什么 在哪个地方 Prison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去Prison Murder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是不是这样 喂 你想想 这些这样的人 很多大量是这样的输入 而且中间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声声不外 两个原因 一个经济不行 中国经济不行 他要手停口停 要走 那你要走 为什么你要走去美国呢 山长水燕 去花这么多钱 又搭飞机也好 被蛇头也好 逐层过也好 你有这么多钱 你就不是经济有问题了 第二种 政治理由 那你政治理由 为什么你不引入 英国 欧盟 日本 泰国 泰国 泰国不算 你就去印度 印度都可以 为什么你去美国呢 是不是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bout it 今天这帮人 全部都是说 虚情假疑 有多少叠 有多少真的难民 不得而失 但Why to America end 你记住难民 refugee 要合法入境 你试一下 你去 seek asylum 你去加拿大 你非法入境 你看是否 seek asylum 你做不做到RED refugee 可能有非法入境 但你懂不懂得 asylum 政治庇护 没有可能 你不是政治庇护 你refugee 有可能 比如当时有很多 越南船民 refugee 不是一定要合法入境 但refugee 是特例 那些难民 越战 越南迫害 很清楚 你中共如何迫害你 为什么要来美国 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 I don't think so 这个是常识 好了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最近发生了两个大情况 第一 中国人去美洲 基本上先去了厄瓜多尔 南美洲厄瓜多尔 为什么厄瓜多尔呢 在今年7月1日之前 免签证 是整个南美洲 比较特别的一个洞 另一个国家叫玻利维亚 是落地签证 这是给中国人的 那中国人先去厄瓜多尔 免签证入境 然后逐个国家上了 跨越重重国家 拉丁美洲 中美洲 一直到墨西哥 然后经过美麦边境 偷渡入美国 这个就是他们的方式 但7月1日之后 厄瓜多尔 就开始要签证 不是免签证 于是逼到什么呢 今年6月 突然之间有一个搜寻 很多的突然之间暴升 很多的中国人 前五个月 都是每月平均二千人 6月的数据 我还要调查 现在都未公布 肯定暴增 一个月里面是 几千 甚至过万的中国人 涌入美国 而他们都是从厄瓜多尔开始 这样去的 你有没有害怕 OK 好了 现在7月1日 close 所以6月有一个 increase 之后他怎么算 是否停 不会 因为这帮中国人 找到一个新国家 即是Bolivia 波利维亚 落地签 签 付钱 落地签 接着你在波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入境 跨越十个国家 九个边境关卡 一万一千公里 一路上去 这些都是钱来的 你怎么会窮 对不对 你可以混游成十几个国家 你旅游都要钱 你试一下 没有十匹人民币 你都不用指望去玩到这么多地方 对不对 十匹 你还觉得自己窮 十万元 那你说 一万一千公里 十个国家的关卡 去到这个美墨边境 是不是很严峻呢 是啊 有没有人证呢 委内瑞拉人 即是那帮偷渡者 都是一个人证 他们所在美国 他们去到这个巴拿马 哥伦比亚之间 那个叫Darion Gap 达连艺口 艺口就是一个Gap 一个山艺 哇 一看到这个地方不得了 一大堆的全部联群结党首帅 全部联群结党成群结队的中国人 就在这个巴拿马 哥伦比亚之间的 達连艺口 Darion Gap 中聚集 那你有多么离谱 这个第一个东西 就是 厄哥多月山水 这个签证 免签证的关 第二个东西 就是 大家期待 越来越期待 不是期待 因为预测中 特朗普是会当选的 特朗普又当选了Deportation 先入先赢 他Deport先选 但起码 之后会封门 之后会立即赶走 至码进去 造成基定事实 总好过 没有基定事实 有基定事实 可能特朗普都会赶我走 但起码先赶 先占先赢 这些就是他们的想法 另外中国人的偷渡 不是只是透过陆路 不是只是飞机陆路 还有海路 如何去呢 苏利南 接着去过古巴 再搭船 去佛罗里达 大把人 很多这样的偷渡客 这个是另一条路 这个海路又有 陆路比较多些 人走 因为陆路比较安全 海路 你出海人 扔你下海一次 陆路起码没有这个大问题 有跳车 陆路 墨西哥有个bug 凡是日本 加拿大 英国 这三个国家 你知道一个人 whatever country nationality you are 你哪个国人都好 你拿到日本 或者加拿大 或者英国的多次入境 签证 就是multiple entry 那个visa 旅游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了 免签证入境 墨西哥 那中国人 就利用这些申请 拿到一个免签证入境 墨西哥的取可 所以你说这些方式 他们叫人老精鬼老娘 这些人 就利用这些方式 来搞乱了整个移民的节奏 你会发觉到 最近美国包机遣返上百名中国移民 然后你说你看 拜登有做事 就是懵懵懂懂懂都好 他都有遣返成百名的中国难民 这都是搞的 就是等于721白衣人 捉几个白衣人送他坐牢 起诉他 跟着呢 有些人就让他走 OK 其他人不见的了 光头水一样 一样 我都讲过一次 我再讲一次 每个月 在最低潮时期 就是今年的一至五月 每个月平均 二千个中国难民 入境美国 非法入境美国 之前更多 2023年更多 六月是一个大的暴升来的 去到每一个月里面 整个万人 好了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只是遣返一百名 百多名的中国的非法入境者 算是什么呀 这班今天左交还在说 小事 我们跟你计数 你四年执政 每个月平均 就是五千个中国的 大概 五千个中国的移民 你五千乘十二 就是六万 六万乘四 就是二十四万 而中国只是佔所有的非法移民 其中一部分 你有二十四万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人 进入了你的国家 Are you kidding? 然后还有其他国家 委内瑞拉 波利维亚 非洲 那些 穷兄弟更加多 你想想 over the years 有些人说 有些人 就是 我们真的不要听说 就是 以十万 百万计的人 可能上面更多的人 没有人知道数目 进入到这个美国 那你说 对这个选举有什么影响 no photo ID no proof of citizenship not same day voting mail box violent ok 之后再加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会觉得对这个选举制度有什么冲击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觉得特朗普是坐顶额额额的 那你看回这个 有关的报道 是相当严重 你觉得这个小事 我会觉得这件大事 你自己数 numbers 你只是看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数据 你告诉我这件小事 我会觉得这个是 完全荒谬的行为 你试一下如果这件事 好像这个评论人 吃饱无忧米在台湾生活 如果台湾在这个情况之下 欢迎一些中国的移民过来 非法入境过来 会有什么后果 所以你都要明白 当有些港人偷渡去台湾 譬如去东沙 基隆 高雄 入境的时候 那你说台湾要怎么处理 你都要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可以说 他是 我们要帮的 这是香港人 真手足 这是好 但是想想 如果我真的出面 没问题 我会传递一个什么讯息 给全世界对于非法入境者 这个概念 你合法入境的 你去到加拿大 去到台湾 你去申请有关的 政治庇护也好 可能有专案也好 你合法入境为前提 如果你非法入境 那请问人家 如果能救你 我会输入一个 什么的感觉 给自己的国民 和自己怎么去处理 不同类型的东西 那你说这些refugee 这些非法入境的refugee 那这个定义怎么吸引呢 那这个对于 你是民主社会 你以后选举 你怎么和你的选民交代呢 这个问题 最后台湾的政府 就叫做 和我当时特朗普政府谈论 最后2020年初 特朗普 就是四十五任总统的最后期 就是接收了 美国接收了 几个 五个 由这个 就是非法入境 台湾之后 再转进到美国的人 and this is solved resolved ok 那这个就是 那个股市 但我们会看回 非法入境 的确是一个 一个国家要去处理的问题 是吧 那美国如果你说 这帮全都是难民来的 个个都当了 好像五个港人 五个手足 个个都是手足来的 个个都是refugee来的 那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那你有没有认证refugee 没有啊 是吧 而最后你发觉到 全部这个地方 都不知道去哪里 they are everywhere they are airborne they can be in North Dakota they can be in Montana 怎知道 哪个地方都有 这个就是 美国现在面对的 严峻挑战 ok 我希望大家 不要示弱等下 那 遲些再有新的消息 我想很快会有 副总统的任命 我们再跟大家 去分析有关的一些议题 那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肯定 Kamela Harris 会成为总统候选人 就是这个不是总统 是总统候选人 那我都知道 拜登说过 美国国旗 需要100%美国制 不是 我说真的 如果美国所有的产品 需要100%美国制 It's a news 你只要美国国旗 100%美国制 You call it 但我只是说 这样 你会觉得 中国会因此 很大的损伤吗 你会hurt them 不会的 ok It's too late 我不会说这个错 It's good correct It's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你担任总统 去到最后 离留状态 最后剩下半年 的时候 你说这些什么 然后你三年半 不做事 然后你今天 说这些东西 中国会受到 半分的损失吗 不会 美国国旗 如果中国制 很小的 那说真的 你拔回那些钱 损失多少钱 那么大把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就说 你继续做 他继续做完交易 我觉得是too little and too late 不是说incorrect 是correct but too little and too late 希望大家明辨 是非 不要 左派的人一说话 大家要起哄 这点是很基本的 我们下次再讨论 我们下次再讨论 吧